3名蒙面窃贼大白天抱窃 住家屋主邻居发现后报警 窃贼逃跑时 近开车撞倒一名骑魔多的警员 警员被逼找匪车轮胎开箱 但最终人被匪徒侥幸逃脱 根据闭路电视画面显示 当时其中两名蒙面窃贼翻墙进入一间住家 用大铁剪破坏窗口铁花后 前入屋内行蟹 蟹匪在数十分钟后从窗口爬出屋外时 敬重见三位当地男居民站在屋外 但居民见者徒手时大铁剪 安全起见不敢上前制止他们 但相信其中一家邻居见状报警 刮拉冷月警区主任阿莫里端警监 证实警方接到头报后立马派人到现场 当时骑着魔多的警员试图燃下匪车 却被匪徒开车撞倒 警方目前援引刑事法典307 企图谋杀 调查此案并追击山匪下落 三对一车对魔多无语